时宝局花联分局第三届农青河在13号正式开幕 虽然受疫情影响取消音乐会 不过该以大地庆典为主题 在193县乐德段设置五件大型的地景艺术创作品 分局长陈淑彦表示说 即日起展出到明年2月份要营造农村旅游打卡热点 连下一个上午的大雨第三届农青河 位在稻田中央的一卡皮箱 旅人四季大地舞台主场地成了一探泥地 不过没关系转移阵地 来到15里之地办理的开幕活动 游客民众热情依旧现场气氛热烈 水宝局花联分局锁定 艺后农业休闲观光旅游活动 取消了农青河的大型音乐会活动 但结合花联在地艺术创作者 沿着193县松浦马鲁工前部落田区 设置了五座大型地形艺术创作品 让游客民众走入农村 体验部落的农村风情 我希望我们做了这些艺术品能够让我们全国的民众关注到 能够在这里停留 更重要的能够促进我们护理农产品的这个行销 提升我们农村社区的这个所得 让我们的农村充满着活力 110年水宝局花联分局农青河主题定为纵谷旅人四季 除了装置在193县到98公里的稻田地景艺术作品 全台首创参与式的地景艺术舞台到12月底 每个周末假日也都会有表演团体或艺人现场演出 水宝局要让每一个游客成为纵谷旅人四季的主角 记者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